台大新闻所成立30周年 见证了台湾民主化过程 以及媒体数位化的转变 新闻所以重建新闻巩固民主为主题 举办八场研讨会 邀请产观学界重量级的代表语谈 首场座谈便以汇流平台下的内容多元 与产业政策为题 从实务面向探讨台湾影视平台面临的挑战 寻求未来的方向 新闻业或者是说台湾的传播产业 面临了一个生存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型的机会 说真的我们只有请我们现在的新闻业者 这些传播业者 这些专家提供他们第一手现场的观察 还有他们在营运上所思考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的社会共济 各界共同来分享跟讨论 我们未来训练的学生他要到产业界去 所以产业界如果不好 其实我们再怎么样训练学生 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产业一定要好 这样台湾整个社会才会好 中家集团除了赞助举办研讨会之外 董事长郭冠群也受邀出席语谈 除了以国际化的观点来看台湾媒体产业发展 也从有线电视在地经营的角度 分享中家集团如何提供多元内容 扎根台湾这片土地 我觉得产业竞争力和内容的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权益 不可能被什么来取代的 那更进一步来就是把CATV的内容加强 让消费者想到更好的产品 哈喽我们是市媒体 中家集团除了与台大政大等大专院校传播系所合作 每年更投入数千万元回馈公益 以行动力挺媒体素养推广教育 更投入资源打造媒体素养知识网络平台 市媒体 整合各方资源 让媒体知识融入民众生活 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